今天跟大家讲这个字 这个字是常用字 读围 其实是围室的围 是一个贵重的贵字 加上一个桌布 即是一个餐艇 以前都讲过 这个餐艇是表示行走 贵重的东西 行走的意思 其实是你拿一些贵重的东西 拿去送给人 因为你送给人 你就要有个动作 拿一些贵重的东西送给人 所以这个围字 本来的意思是意思赠送 古诗十九首里面 有一所谓的说法 摄江彩富庸 难摘多芳草 彩之欲为谁 所思在远道 即是摘了一些很漂亮的花 送给谁呢 他心里面挂着的人 看很远 彩之欲为谁 用这个字 为谁就是送给谁呢 为 所以这个为赠 就意思是送赠 你送出去的东西 什么是没有了 于是有一个衍生出来的解法 就是有 遗失 就是没有了不见了的东西 都是用这个遗字 遗失 或者遗漏 就是你不记得做的东西 漏了 没有了 那就有一个失 漏 这个意思了 另外还有一个 又有就是 遗 是 是留下了 不如你在某处 乘搭地铁 手上拿着东西 忘记了 放下了 走了之后 就留下了 遗漏了 在原来的地方 那就叫做 遗下 就留下了 这个又引伸到 一个人 如在他身后 留下的东西 又叫做遗 比如 遗蜜 又或者 留下一些说话 告诉后人 遗言 遗足 遗愿 遗体 这些 遗 就是指 走之后 留下了 那 是不是所有这些东西都很贵重呢 通常呢 都当然是有些价值 遗失的东西 很多时候都是一些有重要性的东西 那我们才说遗失了 选民登记冊 算不算贵重的东西呢 可能本身它没有什么价值的 不过呢 如果在我们的制度里面 它真的很重要的 因为呢 里面记下了那些选民的很多资料 要包括它有没有去投票 那如果你那个 选民登记冊 有哪个人投票 没有投票 是拿出来被人知道了 这个 是对我们这种 叫做不记名投票制度 一个很大的打击 一个很大的漏洞 所以这个 遗失这件事呢 都是相当贵重的